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阮实力MIT 今天我们的节目 把世大运开幕典礼的混乱 抛诸脑后 我们要记得的是我们的选手 这位被认为是女力妖精 他得到了冠军 我来把他的名字好好地念一下 免得念错了 每次会念错到的名字 郭幸存 大家一起为他欢呼 我们在开幕典礼刚才 跟世大运的组织委员会的维安处长 黄处长所做的连线 从他的角度来看 这一次的开幕典礼 显然烟雾蛋到底是谁 扔得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查到 我们希望台北市警察局加油了 柯市长也要加油 当然我们的行政院长跟我们的总统 跟要加油了 不过在我们的每个角落里 很多人都为自己的人生 为自己的生涯加油 而且是表现非常的优异 今天我们就非常谢谢咯 在现场MIT软实力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请到的是赛先生科学工厂的创办人 林厚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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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长 大家早 好年輕喔 你是學建築的 對 大學的時候年建築 那為什麼會去做 賽先生是你是啊 賽先生是當時 武士運動 胡士他們把科學 我知道啊 你去把人家賽先生弄來了 對啊 就我們希望用科學的精神 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當時的想法只是這樣子 建築系本來是應該去蓋房子 賺大錢的 我們也有蓋房子 但沒賺大錢 所以你是佛甲大學建築系 然後呢 然後後來又做了一段時間 跟音樂有關的事情 是做跟牌底 牌底是一個很冷門的樂器 你好有意思喔 你學建築系 對 其實也是藝術啦 建築 然後 然後就又在學牌底之後 然後又到德國去 學一些音樂相關的事情 是 但回來之後卻又 持續的做設計相關的事情 嗯 那最後到大概09年的時候 才創立 賽先生科學工廠這個公司 是喔 這你自己創立的 對自己創立的 那這個公司所做的 當然賽先生 德先生 大家都知道 什麼叫賽先生科學工廠 應該就是跟科學有關的一些產品 所以賽先生科學工廠所設計 所銷售的 就是跟科學原理有關的一些產品 我們那個時候是想要走出另外一條路 就是說我們把科學有趣的部分 不只做成是兒童的玩具 而是做成給大人的一個禮品 是我們主要的一個方向 所以一般本來 大概有科學小百科啊什麼的 都是讓小朋友 學習跟物理跟化學有關的一些 我們想要給上班主 原理上 喔是喔 所以我們沒有很強調原理這件事情 我們比較強調都是趣味這件事情 所以你的第一個產品是什麼產品 我們第一個產品 最早的時候是一個用黑膠唱片做的 然後可以讓iPhone放上去變成擴音喇叭 喔是喔 嗯 那個時候還很早 所以那個時候是iPhone3 現在已經到8去了 喔是 所以今天我們在現場這個賽先生科學工廠的 這位創辦人林厚敬先生 他自己打扮的其實還蠻武士運動的樣子 好像武士的文人喔 他本身就公司吉祥物 我們為了省吉祥物的 好 賽先生的這個創辦人林厚敬自己是吉祥物 自己今天呢也帶來了他們的產品 來我們先看你們的產品好嗎 先介紹一下 然後我們再了解一下 好啊 經營這個賽先生科學工廠 是怎麼樣這個發想的 然後發想之後又怎麼樣去 這個克服了非常多的困難 今天在現場的我們先 來我先搖一下好了 在臉書上你可以看到我或是聽到 這是什麼聲音啊 所以每個人拿來就這樣 對 它就是一個海浪的聲音 還真對啊 對對對 因為今天聽眾比較看不到的話 我們就會帶一些都跟聲音相關為主的一些事情 臉書你可以看到這個長相 所以呢 如果一個先生他要騙他太太說 我到海邊去了 對對對對 但事實上他是在摩鐵 所以 哈哈哈哈 那這樣太太也很緊張 兩邊都不是辦法 他太太一直出來找他 他可以帶著這個說 哦老婆呀 我到海邊來了 你聽聽看這個海浪的聲音 也可以也可以 如果下雨天要更逼真的話 還有打雷的聲音 哦好啊 來 這個就是咬了之後 會有打雷的聲音 哦 是啊 yeah 還真的吶 這是怎麼做的咧 它這一些都是一些 像一個小圓筒啊 對啊 它都是一些科學原理的一些樂器 這還是日本的服飾會啊 哦 服飾會是我們畫的 您真是內行 對啊 它這個圖啊 是當時雷神的圖 雷神了欸 但是我們把它跟一個叫 韋式起電機的東西結合 哦 是 所以是一個我們重新繪畫過的一個 正天河是我們取的 雷聽威震八方 如同雷動天骨 光這胡適會是你畫的嗎 欸 我們重繪的 我們重繪的 重新繪的 那這是誰設計的啊 這個是一個老東西 但是我們重新設計它的外觀 你說這是我們祖宗就有的玩具哦 這個也不知道是誰發明了 真的啊 啊 那怎麼玩了 哦 是這樣子 就是你就搖它就可以了 搖它就可以了 哦 各位有聽到欸 這個雷的聲音 哇 這配音是虎人欸 配音上或者是在樂團裡面都會用到 是啊 欸等一下我們讓這個 楊大正啊 這個滅火器的主唱來 用這些東西來做首歌給我們聽聽啊 等一下我們要非常高興哦 今天是我們的年輕人的天下 在現場的 賽先生科學工廠的創辦人林厚敬 等一會呢 我們要訪問的是 滅火器的主唱楊大正跟火燒島的主唱 呂洪志 然後還有他們的這個 這個火球技的行銷總監 江吉剛 好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 嗯 除了海浪的聲音 除了雷 吼 聲震天之外 呃 在現場還有 還有鳥叫的聲音也有 哦是 來 這我來玩嗎 這看起來 在臉書上你可以看到 它好像 一隻鳥蛋 然後呢 你只要旋轉它 哦 輕鬆的旋轉就可以了 稍微摩擦它 嗯 它就會有鳥叫的聲音 哦 有耶 像仁愛路上旁邊的鳥 你知道我每天經過仁愛路 仁愛路上都有那個黃嘴的小鳥 哦 因為撒哩呱唧的就在馬路上面 常常我要避它 哦 這是 這是 所以 你送你的朋友一隻這個 或是買回家聽鳥叫就這樣子 但是這個很特別 它這個其實是 國外打獵用的一種道具 是騙小鳥來啊 對對對 你就騙小鳥來 然後就用槍打它 哦 哦 這是小鳥 但我們愛好和平 所以我們沒有用槍打它 對 一方面也是 但是你在森林可以用這個叫鳥來 哦 他們叫鳥迪 專門叫鳥來 鳥迪 嗯 一方面它也是裝飾品 對對對 好 那 還有這個 剛才這個 後進告訴我們 這個非常的療癒 這裡面是金粉嗎 它裡面是一種特殊的粉 這叫什麼東西啊 它 它當時是用來做潛艇 潛水艇的那個 流體力學分析的一種東西 的液體 哦 那我們覺得這個液體很療癒 你們叫它什麼 我們叫做迷幻星球 因為它轉起來會很像 迷幻星球 很迷幻啊 很療癒 然後看了以後呢 就自己就跑上去了 就紓壓 所有的壓力就都沒了 哦 好吧 我們這個陳怡萍製作人 可以用 可可姐盯上 他如果快速的旋轉它的話 像這樣快速的旋轉它 它整個現象就會 哦 真的耶 很難抗拒 很難抗拒 哦 可是我想吃一口耶 它好像拉提油 或者是 呃 提拉米蘇啦 在上面的一層 它這樣一直轉一直轉 它就整個球 各位是可以從我們的臉書上看到 是 剛才拿起來的時候 它只是 好像有精準在裡面 嗯 它轉的時候好像整個 你平常放著的時候 它就會是一個透明的球 然後你拿起來的時候 感覺就像沙漠起煙這樣子 對耶 然後你一直旋轉它的時候 它就會像是一個很 好像在漁霧當中 帶給大人的禮品啦 一般都是做教具 但我們就比較偏向就是說 除了教具之外 你自己的一個收藏 類似像這樣子 朋友來 你要拿出來給他看一下東西 你就是我送你一片海洋 對對對 或者是我送不起你一棟海邊的房子 我送給你一個可以海浪生意的這個東西 最很好玩的 像我手上這個撲克牌 是我特別感興趣 用我家GG的很強大的 哦好 像我手上這個撲克牌 是我們最有 欸 它用嘴巴在搖 我們可以 臉書看到了 我們可以用剪刀嗎 我以為 欸有剪刀 有剪刀現在才說 等一下來 我們再先用這個好了 這個小蘑菇是怎麼回事啊 它這個是一個倒立的陀螺 Simply use your finger 就是如果你旋轉它的話 它會整個在倒立起來 啊哼 嗯 哦 這個是買一個回家 一個是金的 一個是銀的 裡面就有一個像蘑菇一樣長相的 的陀螺 然後你轉它之後呢 嗯 它理論上會 欸等一下等一下 等我一下 給我一個機會 會 嗯 這個照得到嗎 你說 欸 再給我一次機會 呦 嘿 然後它會照起來 站起來 啊 它會 嗯 它會站立 對 它會自己站立起來的一個 它的樂趣是什麼 它是一個很早之前的銅腕 但是我們用特殊的材質做 這是一種力學的這個展現 你每一個產品都有說明它跟 嗯 物理化學之間的原理吧 這個特點就是我們不太說明它的原理 你不是說明原理人家買回家幹嘛 因為我們要的事就是引起你的興趣之後讓你自己去了解它的原理 哦 我們的想法比較偏向就是說原理的這個事情啊 你現在Google都可以密密麻麻的 所以你要叫人家感覺 不叫人家去理解 對 理解是下一步的事情 你是不同星座 我們處女座人都是很古墨的 都希望先感覺到 先了解原理 為什麼要跟我說這樣子 快進入處女座的奇怪季節了 好我們7點44分馬上回來 在現場 赛先生科學工廠的創辦人林厚敬 他學建築 然後做過建築 他也做過音樂推廣排底 那最後呢 他做了赛先生科學工廠 這個是完全是伴手裡的產品 你們是怎麼樣推出的 那這個市場呢 全部都是MIT嗎 有些不是 我們代理一些 我們設計一些 大概是這樣子 有些像這個就是在China做的嘛 對 但是我們自己設計這樣子 它上面沒有中文呢 我們東西還有最主要的客戶是在英國 所以我們所有的包裝都會是英文為主 是喔 OK 好啊 赛先生科學工廠這個 來自台灣的這位建築系畢業的 赛先生 他是怎麼樣來推廣他的產品 而這些產品呢 未來的發展又是如何 現在你們是在網路跟實體店都有出售 我們在台灣有5間自己的店 然後在重慶也有一間 你幾歲了 我40 40 我在看你的創業創了多久 2009到現在大概8年 8年的時間 所以你32歲就開始創業啊 但是我第一間公司在20幾歲就開了 我之前做設計公司啊 不是啊 那這個赛先生這個 32歲左右 科學產品 對你來講是 未來要發展的一個事業 對對對 目前 那現在是以大人的銷售對象為主 對 我們現在整個的輪廓比較希望它變成是一個有點像IP產業 就是說它是一個可以做更多事情的 但現在目前我們發展到這裡是以禮品型的 那下一個階段我們有可能會讓它更 更朝趣味性的一些東西發展 哦 那我們等一下談談未來 或者是過去有哪些困難已經克服了 那這個市場呢是怎麼樣推廣好嗎 好 赛先生科學工廠 我們請到的是創辦人林厚敬來到現場囉 剛才各位聽到了有雷聲有海灘聲音 還有非常療癒的迷幻星球 不過他每一個人大概對每一件事情的解讀是不一樣的 那在科學跟理性跟感性之間 怎麼找到你自己想要的東西 恐怕也是我們的這個產品推出 不管是行銷或者是產品的設計上面 最重要的一個思考囉 立刻回來囉 歡迎收聽Coco早餐 好 繼續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呢為各位所介紹的是 赛先生科學工廠的負責人林厚敬先生 好 這個厚敬告訴我們 它帶來了好多有海浪的聲音 剛才呢如果你剛剛加入我們 我們再展示給你聽囉 這是海浪的聲音 好 還有現在颱風來了 還有打雷的聲音 這是打雷的聲音 哦 這是超像的耶 邵辰 你要下年女兒可以擺一個回家 下年女兒 我這也太沒愛心了 好 這個接下來呢 它現在要告訴我們這個撲克牌也有玄機 哦 這是我們當時設計的一個撲克牌 就是它可以從牌的背後看到立體的點數跟滑射 那你不是在做老千嗎 嗯 我們用科學的原理做老千 不用用希德的隱形眼鏡 什麼意思 它這個就是以前啦 90年代 在美國有流行一種技術叫做磨眼的技術 就是它可以把立體的圖形埋在雜訊裡面 所以你只要用鬥雞眼看它 或者是用放空裡的焦距 你就可以看到背後的 從牌的背後可以看到立體的點數跟發射整個孵出來 這個牌我們在澳門不知道為什麼賣得很好 好像我沒有鬥雞眼的樣子 看不到啊 但是它最大的優點就是啊 你如果沒有練習你看不出來 所以你不太容易被發現 要需要練習 那這就是那個詐騙集團用的嘛 也可以這麼用 但是大家盡量不要做非法的用途 所以這一副賣幾多元 好像是三百四十三百六 反正外面亂比有人亂比 好像比到八百去有沒有 他們的助理吧這樣 你們的行銷助理好 三百多了已經不知道比這個 三百小十人了 然後我們還有這個鳥 好你來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這個市場有競爭者嗎 我們當時是看世界上好像沒有人在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當時就投入這個市場了 世界上不會沒有人做跟科學原理有關的產品吧 做這個產品的人很多 但是就是說 把它變成是一個專攻大人的這個事情 那個時候早期日本有一個叫大人的科學 他們也有做 但是他們就是發展自己的產品 但是就是沒有人把這些東西收集起來 來跟大家分享的角色是沒有 我看你們的消費者比較好玩啊 消費者聚集在一起還蠻好玩的 我們消費者大概在二十五到三十五歲 這是我們主要的族群 那你們有跟他們 你們有一些分析嗎 他們是哪一類的人是 如果要買一個打雷的 或是海浪的 或者是要療癒的 到底是哪一類的消費者 我當時以為男生會多很多 但是後來我們仔細分析之後 大概是五十一比四十九 那還好啊 所以男女幾乎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已經很好了 台灣男生都不太長進啊 都不去買那個啊 好東西 聽音樂會難得少 聽演講難得少 看書難得少 你知道嗎 都在賺錢啊 賺錢給女生買東西 是嗎 也對啦 好可憐齁 好 所以你們啊 在 一開始是網路嗎 我們一開始是網路開始 那 後來就 陳米覺得我們在做的事情很有趣 然後就 我們就 你原先在網路上銷售 對 透過臉書嗎 沒有那個時候好像臉書還 好像還沒有臉書 八年前應該還沒有 所以你們是透過網路的平台 還是去加入別的這個電子商務平台 因為我們 一開始是設計公司嘛 所以設計網路平台啊 或者是 是做一些行銷商 本身還蠻會的 所以就 就那個時候就自己加力 自己的官網這樣子 嗯 不過 可能大部分的人是 都是要問你說 在一個產品 當他要在網路上面 Reach到這個消費者的時候 嗯 他究竟用什麼樣的吸引力 你的這種行銷的 特殊的設計是什麼 我們當時的邏輯 比較偏向就是說 如果我們夠瘋狂的話 自然這些事情會渲染開來啦 所以我們就 當時就會做一些 嗯 產品是比較有趣的 然後比較 趣味性為主的 我們做一個跟貓咪玩的一個 產品也有 就是一個 看起來像是一個 橡木桶 嗯 你的貓跳進去之後 你可以用刀刺牠 嗯 但是刀是指 當然刺不到牠 指的刀 指的刀 你不能用家裡的餐刀刺牠 會 貓咪會受傷 但是看起來很有趣 整個畫面會很有趣 所以就很多網友分享 一開始是這樣 嗯 貓咪跳到一個桶子裡 我們有一個指摺的一個桶子 摺角像像橡木桶 貓咪是自動跳進去 不是你把它扔進去 貓咪喜歡進紙箱嘛 對 啊我們就把那個紙 等於是我們把一個紙箱設計的 很像橡木桶 然後牠跳進去之後 牠旁邊有縫隙 你可以用指做的刀刺牠 有點像刺海盜一樣 這是在跟牠玩呢 還是在假裝虐待牠 貓咪在裡面 因為牠看到縫隙有東西跑進來 牠就會一直跟你玩 是貓咪的天性 喔是喔 小狗可以嗎 小狗不行 牠會把它咬爛 喔是喔不一樣 小狗也很大隻的 拉不拉多一進去整個爆開 喔喔喔喔 所以你們一開始推出的是這個 比較有動態的 對 這也是我們早期的產品 對這也是我們早期的產品 怎麼樣從網路行銷平台 到實體的商店 然後實體商店 怎麼跟虛擬的這個世界結合呢 這個恐怕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商業模式吧 當時主要是模式上是一個 反正它原先就是一個成熟的模式 只是說在商業上的經營 我們當時就覺得啦 就是跟現在有一些做文創產業的不太一樣 就是我們當時就知道就是說 如果我們當時想像的那個幻想的畫面 就是說假設我有一個東西設計出來了 我想要賣到英國的一個小朋友的手上 他到底他整個成本結構到底要怎麼設計 然後我到底在台灣來一些平台要賣 那我們就想說有一些人就會說 欸什麼通路會特別的貴 什麼都特別不合理 但是我們當時的邏輯比較偏向就是說 如果我在台灣都沒辦法生存了 那我怎麼樣把東西賣到一個國外的一個市場 好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瞄準國外 所以我們剛才有說到 我的包裝為什麼都是英文的 是因為我們一開始我們所有的包裝 就都開始是英文的 但是你是在中國下單 或是在台灣下單 對 像這個 像這個有服飾會的這個打雷的 對 就是在台灣做的還是在大陸做的 欸有一些部分會在台灣做 有些部分在中國做 我覺得那雷挺好玩的 這個雷要多少錢呢 雷齁雷聲的部分的價格 好我們的外面的行銷總監 哈哈 美麗的行銷總監 這個雷聲要多少錢 雷聲桶多少錢 嗯 來借我 借我放到 450 450 還OK啊 一個450可以把那個宇宙帶回家 對不對 啊真的咧 聽到沒 你要搖他 有他 那還蠻好玩的 哦 Demo一下 嗯 嗯 所以買到的人他可以去秀給他的朋友 對 如果今天晚上有個派對的話 我可以把扑克牌拿出來 嗯 然後告訴大家 這個是吉你給我 你讓我猜我猜得到 嗯 如果你有派對的話 我們還有設計一個紅酒杯 在英國大賣 嗯 就是那個紅酒杯的特點 就是因為我們喝紅酒 只能裝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嘛 是 那紅酒杯就是你把它裝滿 裝太多的話 如果你是土豪把它裝太多 他會把 他會把裡面所有的紅酒露光 哦 是真的露光嗎 露光 露的到處都是 露的到處都是 所以是一個派對用的產品 嗯哼 這還蠻酷的 哈哈哈 謝謝你哦 謝謝你